大家好 这个视频 我们聊一个广州水价上涨听证会 这个事 这个事 网上新闻一出来 网络网友 我看一片群潮 这个事 事不大 中国一个城市的水价上涨 这么一个事 你说对老百姓有没有影响 肯定是有影响了 但是你说影响有多大 我觉得也不至于 但为什么这个事 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下 就是这个事 它很有代表性 就是我们中国前些年 盲目学习外国的一些 各种制度 我觉得这个事 也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你比如说这个水价上涨 从老百姓的角度上 我就不信 有几个老百姓 会支持水价上涨 我还真不信这个方式 那你说这个听证会 就是把利益各方 请到一块大家讨论 那水厂 他们可能 这个水厂 还是这个自来水公司 他们肯定是希望水价上涨的 这个没有问题 合情合理 他们肯定希望这个水价上涨 可除了他们之外 谁会支持水价上涨呢 你但凡是个正常人 他都不会觉得有人会支持这个水价上涨 那你觉得这个听证有啥用呢 那就是来了之后吵一下 那我们认为 我们现在这个各个原因 我们这水价要涨 那下面一帮人 不可以 还有啥可说的 是吧 你说我们要涨价 那边其他一帮人一口同声 不行 你还说啥 有啥可说的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吗 其实说白了 就是这样吗 对不对 除了吵架有啥用 对不对 那么外国 他们当初有这种制度 咱不理解啊 就用每个国家不同的这种 社会传统也好啊 这治理模式也好啊 人家外国 咱具体从哪国学的 咱不知道啊 反正肯定是哪个国家搞这一套 可能中国政府觉得不错啊 就学过来了啊 人家也许有人家的社会传统啊 比如说我们知道 欧美国家很多有这种 继承自治的这种传统啊 老百姓碰到这啥 大事了 是吧 大家都在这个 往一块投个票啊 投票决定 这个人家有这样的传统 而我们中国是没有这样的传统的 再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外国的很多水电 这这这种 他都是一个普通的私营企业 啊 他开个听证会 你同意不同意的 人家照样找 你又能把他怎么样 他政府也管不了他的价格啊 天正会说白了 就是通知你一声 那我们中国呢 中国不一样 中国的水电行业 基本上都是国企啊 虽然现在个别地方自来水公司也已经是私起了啊 但是在老百姓的潜意识里还是觉得是国企啊 那么你外国的水电涨价老百姓可能是骂谁呢 骂这个电力公司 骂这个水自来水公司啊 也有可能会骂这个参与选举的某个人 但是呢 他不会对这个国家造成什么特别大的这种伤害 可是我们中国老百姓是吧 这个水电一涨价老百姓骂谁啊 他不会骂这个电力公司啊 也不太可能骂这个这个自来水公司 他骂谁啊 骂政府 为啥呢 因为都是国企啊 你他涨价代表了你政府的意志 老百姓就是骂政府啊 所以说他本质上就有区别 再一个我刚才说了 每个国家的治理传统社会传统不一样 人家有这样的传统啊 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 中国千百年来都是中央集权制国家 有啥事政府决定老百姓遵守就行了 即使到现在中国其实本质上也是这样的治理模式 就是政府负责国家治理 老百姓遵守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你虚头八脑的 学了一个外国的听证会 这个一个形式 然后呢 你会发现没什么卵用 可是呢 你有了这个形式 你就得跟着这个 按照这个形式的规则就玩啊 那政府肯定是想让他涨价的 因为政府没钱了嘛 补贴不起了嘛 政府是想让他涨价的 你要是放到我们中国的政治传统 很简单 政府这个自来水公司 直接宣布涨价就行了 不用跟老百姓商量 中国自古以来 这是很多事情不需要跟老百姓商量 商量啥商量 该涨价就涨价嘛 顶多了不 原因说一说是吧 现在政府财政有压力 是吧 没有钱补贴了 政府没破云无奈 只能涨价 是吧 给老百姓说一说就可以了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事 可是呢 就因为我们学了外国这种虚头八脑的东西 非得装模作样的走一次这个流程 表面上好像说这是民意的 民意让涨的 我们是遵从民意 可是民意我们都知道 不可能多数民意都支持你涨 那你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是塑造民意 制造民意 那就是造假吧 所以我们会发现中国近些年来 不光是今年啊 很多是就包括前些年 很多城市各种水电费涨价啊 不光是水电费吧 有各种啊 就是需要开听证会的这种涨价 你会发现 基本上都是多数同学都涨价 为啥呢 因为这代表的选择上 这里面就很大的学问了 这代表有没有被公关的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想象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中国近些年来 开听证会 基本上各种呃 代表都是支持打架的 你你你会觉得很奇怪 是吧 所以就是说 明明政府直接涨价就好了 还非要虚头巴掌的学外国 搞这每一个形式 然后呢 为了这个符合这个形式的要求 就得欺骗老百姓 各种忽悠老百姓 把老百姓当傻子 所以你学他干啥呢 这个就我以前讲 是吧 我们和中国政府 就前些年的时候 我们制度不自信 就是各种盲目的学习外国 什么脑残的东西都学 就外国一看人家外国什么什么东西 好回来就学 也不管合适不合适 也不管现实不现实 就只管先喊了再说 我以前举过几个例子 一个是北京当年这个公开宣布啊 这个所有的小区要把外墙给拆了 被老百姓骂的狗血淋头的啊 网民就说了 你够部委大院的这个墙怎么不拆啊 你们先拆 你把市政府的墙先拆了 光他妈拆老百姓算啥呀 是吧 被网民被网民骂的跟狗屎一样 最后也不提了 没人说了啊 就放个屁就就当没这回事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上海的这个倒垃圾垃圾分内 也是啊 估计是在日本可能还是台湾 可能看人间发展的挺好啊 学在人间这是好东西 我们学啊 然后我们也做模作样的 是吧 又是立法 又是干嘛呢 是吧 要搞垃圾分内 现在你去上海看看 那么乱七八糟的 什么垃圾分内 根本就没人搞 是吧 现在哪还有什么垃圾分内呀 可是问题是你当时上海市可是立法了 是吧 就是我们就是盲目的学习外国的很多东西 也不考虑现实啊 就是你这个东西定出来 能不能执行 怎么执行啊 具体的细节 不考虑就他妈的去外国可能我们的领导干部啊 去外国可能访问啊 视察呀啊 考察呀啊 到那之后听人家外国政府的一些地方 我们这有个什么制度 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 很好 哎 我们的领导可能一听 哇 确实不错啊 听起来很好啊 回来之后就他妈就就开始搞啊 完全不考虑现实 每个国家的治理传统不一样 社会传统不一样啊 民情民意不一样啊 这现实层面你得考虑这个问题 可是我们很多领导干部就是脑子吧 就跟傻逼一样 就是盲目的学 也不考虑现实 那听证会这个东西 我认为就是一个盲目学习外国的一个典型例子 按我的想法 这个东西就应该废掉 搞什么听证会 搞他有啥用 那不是自欺欺人吗 后续最最后面这一两年两三年 全国很多地方的很多这个价格都会上涨 道理很简单 政府没钱了 以前的时候政府可以补贴 啊 各种公共产品 政府可以补贴 包括公交车呀 地铁呀 水这个水呀 政府可以给补贴 啊 因为以前的时候政府能卖地 手里有钱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 政府卖地卖不出去了 他没钱了 他拿啥给你发补贴 那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 你没有补贴 他就得涨价 就这么简单 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听证呢 我觉得我们各地的政府 如果坦然一点的话 就公开把这个话说清楚 是吧 就是因为我们财政 现在财政紧张 没钱 没办法 只能涨价 给老百姓说清楚就行了 该涨价就涨价 没啥好说的 有什么 为什么要搞个听证会 糊弄老百姓呢 没这个必要吧 今天的老百姓好歹都是受过教育的 基本的市场经济原理 大家应该都明白 你把这个事情给老百姓讲清楚 有啥不能理解的 有必要搞个听证会骗老百姓吗 而且你这个给老百姓形成的一种印象 你知道多差吗 就是政府在骗我们 你对于我们这种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来讲 这个政府在骗老百姓这个印象 一旦形成的话 很恶劣的 因为我们这种体制是需要的是老百姓对政府的各种治理方案的遵守 政府发布命令 老百姓遵守 我们这个中国这种千百年来的治理传统就是这样的 可如果老百姓脑子里面有一种意识 说政府在骗我们 如果他有这种意识之后 你这个社会治理会面临大问题的 这就像军队一样 上级发布命令 下级部队去执行就行了 没那么多逼事 可如果有一天 上级这个领导 学习了外国的某种所谓先进制度 回来之后 他耍心眼骗下层的这个官兵 如果官兵底层官兵脑子里形成这种印象 就是上级军官在骗我们 那么有一天打仗的时候 你还能指挥的动呢 这就像集结号那个电影 为什么恶劣 我说那是个大反动电影 为啥 他就是在向老百姓灌输一种观念 上级在骗下级 所以听证会这个制度应该彻底废除 全国各地全部废除 没必要 该涨价那没办法 说完了该涨就涨 给老百姓把话说清楚 为啥咋 是吧 政府没钱了 说清楚就行了 老百姓现在都是有文化的人 也不至于听不懂 你整这种像形式主义干啥呢 是吧 还不如不搞呢 大家觉得呢 有什么想法评论里面说一下 好吗 好吗 好不好